鐵皮工廠內冒出大火 熊熊火光在燃燒 因為高溫 整個廠房大半已經倒塌變形 消防人員不斷的朝工廠內噴水 壓制火勢 這個地點是在台南安定區的 一間電鍍工廠 消防局動用了25車 49名的消防隊員 幸好火災當下沒有人受困 南三面積大概出處是 80平方公司 工廠裡面有員工嗎 當時員工是沒有員工在這邊的 這間公司已經開了超過30年 主要是從事各種 新合金零件製造 和各種的金屬表面處理 一開始傳出廠區內有危險物品 消防隊員到廠後確認 幸好危險物品是在另外一間廠房 火災發生是在深夜11點多 引來附近不少移工拍照圍觀 好 我們第一時間 先平庫360度行平庫 看有沒有會有燃燒之旅 我們先從火車最大的部分 先做攻擊 然後再做燃防護的部分 火車在十二點半左右撲滅 電鍍廠 廠房幾乎全毀 財務損失恐怕不小 至於是因為什麼原因起火 消防局正在調查 三零件網上有何正鋒 台南報導